在2004年华语乐坛内地崛起了一位丽亚周杰伦的天才歌手 刀狼之时 所有主流歌手包括但不限于那英 杨坤 汪峰等人都对刀狼的音乐进行了抨击 认为过于简单 粗陋 唯独一位华语乐坛的泰斗级别人物 坚定地站在了刀狼的背后 给予他极大的支撑和音乐认同 应他帮忙 刀狼在华语乐坛完成了主流的默认认可 至此之后很少人敢直言抨击刀狼 他便是校长谭永林 校长谭永林在参加湖南卫视音乐综艺之时 说起来自己与刀狼的初次见面 直言到2004年我给刀狼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电话之中说 我是校长谭永林 结果刀狼说骗人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又打了一个电话 他才相信 我求他给我唱 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谭永林的多次直播之中 都直言刀狼和我是非常好朋友 他每次喝酒就会给我打电话 说哥你在呢 我想你了 为什么那英杨坤等人不认同刀狼的音乐 而乐团真正的泰斗级别人物校长谭永林 却如此看重刀狼 与他建立了长达20年的深厚友谊呢 事实证明谭永林的视角是对的 刀狼的音乐依旧是非常具有 华语文化的优秀作品 今天从音乐视角做出具体的解析 为什么校长谭永林对于刀狼赞誉有加 刀狼的音乐是2004年时间点 为依据有完美的花语本土乡谱魅力的优秀作品 刀狼不同于周杰伦乃英等人的欧美工业化道路 而是纯粹的本土音乐流行化 这是刀狼被谭永林看重的核心 我们将2004年的所有花语主流歌手做出一个简单的音乐文化属性分类 就可以得到为什么谭永林这么看重刀狼根本原因 周杰伦 这位亚洲流行音乐天王 他的音乐内核融合了欧美古典音乐与欧美流行音乐 他巧妙地运用别人的理论技术 创作出一首首令人惊艳的作品 在他的音乐中 我们可以听到古典音乐的严谨与流行音乐的时尚 这种独特的风格使他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标杆 奈英 作为中国歌坛的大姐大 他的音乐内核深入挖掘了欧美流行音乐的本质 定以国语演唱的方式 将这些优秀元素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歌声犹如一缕清风 深入人心 让人们对欧美流行音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谭永林 这位香港乐坛的长青树 他的音乐内核是将欧美摇滚音乐与流行音乐完美融合 在他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摇滚的热情与流行音乐的亲和力 这种独特的风格使他成为了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 杨坤 这位实力派歌手 他的音乐内核同样抓住了欧美流行音乐的本质 并以国语演唱的形式传递给大众 他的嗓音独特 歌曲深情 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 不禁沉浸于欧美流行音乐的魅力之中 汪峰 被誉为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 他的音乐内核是欧美摇滚的本质 并将其融入流行音乐中 他的作品充满力量与激情 既展现了摇滚的精神内核 又具有广泛的流行性 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独特风景 郑军 这位摇滚歌手的音乐内核 同样是欧美摇滚的本质 但他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化的创新 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回到拉萨》 将摇滚乐与西藏元素相结合 呈现出一种惊艳的试听体验 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郑军的音乐才华 也让人们看到了摇滚乐在中国的无限可能 刀狼 音乐内核 中国华语香普其西加新疆文化特色加基本流行音乐 100%的华语产物 并没有被欧美音乐带跑偏 所有的金曲蒋天后天王都是基于欧美流行音乐理论 唯独刀狼是例外 它身上有着完全不同于金曲蒋之类的乡土生长力量 这也造成刀狼音乐的的确确确在工业化的道路上 相比于那英 汪峰 杨坤他们的欧美化工业音乐 刀狼是非常简陋的 配器太少 而且因色已较低下陈市场的电子琴为主 这也导致基于欧美工业化的那英等人的不认同 本质上其他人不认同刀狼的音乐 是因为我们的确太落后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 刀狼的音乐纯正的花语产物 我们可以落后但我们必须原创 简单说 那英等人严重刀狼的音乐就是土 但是校长谭永林作为和花语香普文化有一定的距离的港乐视角下 谭永林看到了刀狼身上最重要的音乐品质 巨大的乡普文化气息 完美的老百姓接受度 这才是刀狼身上100%花语文化制造特供的完美商业价值 为什么刀狼当年可以一人之力碾压所有花语音乐主流歌手 答案是 因为刀狼制作了老百姓喜欢的音乐 而不是商业音乐 刀狼的一手披着羊皮的狼 不仅让他自己在花语音乐界声名雀起 更是让乐坛的校长谭永林成功走入了国语音乐的世界 并在此后爆火长达20年 这首歌曲的成功 无疑证明了谭永林在音乐上的独到眼光和卓越品味 回溯到2004年 谭永林在港乐界已经是一位太斗级的人物 但他在事业的高峰期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转型国语市场 这个决定对于当时的谭永林来说 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挑战 而他选择的合作伙伴正是风格独特的刀狼 两人的合作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和默契 谭永林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天地》的主打歌 正是由刀狼作曲的披着羊皮的狼 这首歌曲融合了刀狼特有的民族风格和谭永林深情的演绎 一经推出 便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披着羊皮的狼以其独特的旋律 深情的歌词和创新的风格 成为了华语音乐中的一股清流 刀狼的作曲才华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而谭永林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推向了高潮 最终 刀狼没有辜负谭永林的信任 这首披着羊皮的狼不仅成为了专辑《天地》的亮点 更是一跃成为了永恒的华语经典 这首歌曲的成功 不仅让谭永林在国语音乐市场站稳了脚跟 更是让他从香港乐坛走向了整个华语音乐界 谭永林的名字因此响彻了大江南北 他的音乐事业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披着羊皮的狼成为了谭永林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他与时任新人刀狼的合作 也成为了华语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 事实证明 谭永林的眼光确实非常独到 他不仅看到了刀狼音乐中的潜力 更是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勇于尝试和创新 这种敢于突破自我的精神 正是谭永林能够在华语音乐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披着羊皮的狼这首歌曲 无意试谭永林和刀狼合作共赢的最佳证明 刀狼这首披着羊皮的狼 具有一股无与伦比的中国乡谱流行魅力 这意味着一件事 刀狼的音乐是彻底的花语音乐 而不是欧美音乐完胜下的产物 那种浓郁的乡谱气息 文化气息是具有我们百姓认同的文化美感 没有任何审美门槛 受众上至九十九 下至三岁 都可以从刀狼的音乐 直接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人文情怀 这就是当年最顶级的通俗流行歌曲 不同于齐琴的民谣狼那种来自北方的杜撰 刀狼的披着羊皮的狼更具有现实文化美感 因为刀狼真的见过狼 而且新疆大部分地区都有狼出没 披着羊皮的狼拥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新疆地域色彩 真正的狼对于西北老百姓而言 他们并不是如齐琴所唱的那种同盟虎一样的气势炫昂 真正的狼狡猾隐藏 藏匿与夜幕之中 刀狼的披着羊皮的狼更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 这种基于刀狼的生活和地方民俗文化所创造出来的音乐 让刀狼具有非常完美的乡浦文化气息 这种气息在他的每一首音乐之中都极为动听 为什么主流歌手会认为刀狼的歌太低级 答案是工业化的高级 本质是模仿欧美 而明月的留白实际上是创造本土文化 刀狼的歌从来不是众音乐工业的流程化 而是着重音乐的文化氛围 他就是给百姓写的 而不是给付费用户 谭永林作为港乐的泰斗 他在港乐之中 看到了太多了博来品和本土音乐的冲突 而刀狼这种在一片贫瘠音乐土壤上升 长而出的乡土人才 在面对所有人都朝着欧美工业化前进之时 反而没有人认同 谭永林一眼便看到了刀狼的可贵 综上 谭永林与刀狼之间 是谭永林作为前辈 看到了其他歌手完全没有看到的宝贵闪光点 音乐的本质是流行音乐不假 游行音乐的工业化复杂化 是主要的发展方向也不假 但是流行音乐的标准是由欧美音乐制定的 你要想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音乐文化道路 那么实际上刀狼的做法才更具有广大的受众基础 乡土的文化共鸣永远赤裂 即使相对于工业化来简陋 但依旧会成为经典 这就是刀狼的音乐 为啥会被校长谭永林任同级为优秀的根本原因